再來要看到的是 今天午後熱對流發展旺盛 大雨衝擊到了台鐵交通 導致了台鐵軌道淹水 桃園英哥從下午3點50分開始 路線暫時停止 啟動了公路接駁 到了傍晚才恢復單線雙向通行 導致班次大亂 很多車次延誤了一個小時以上 有別的交通工具可以去改搭 比如呢 好比說 捷運啊 捷運 台鐵北上南下列車全都大delay 一聽到站務人員建議 可以改搭捷運 讓民眾更傻眼 搭捷運 但是捷運沒有到湖口啊 他還沒搞清楚狀況 不少列車至少延誤一個小時起跳 到新竹湖口delay91分鐘 彰化員領106分鐘 宜蘭索澳甚至要等136分鐘 都晚點 沒有那個準時的 好慘喔 已經等一個多小時了 兩個半小時有了吧 還開不了 來到桃園車站也是一片混亂 還得啟動公路接駁 還不確定有車搬 所以說我們就等接駁車 上車了我開廣播車 那個水退了才可以開 有民眾都已經吃完晚餐 卻還是等不到車 還有人光是從桃園中壢 搭到台北 就先在火車上等了一個小時 但直時沒有拔車 最後換了各種交通工具 花了三個小時 好不容易才到北車辦理退票 如果在火車上繼續 那個區域的車一直等的話 不知道要等多久 站了一個小時發現車還沒有要動啊 進行車也只要一個小時耶 坐機騎車從那邊回來 這邊又一個小時 基隆就換一台嘛 然後到松山就換一台 然後現在才到台北 對啊 一台等一個小時 等不下去 我要坐高鐵回去 10號下午雨淡猛席 台鐵桃園鷹歌間鳳鳴站 施工出淹水 造成陸基流失 踩單線雙向行車 但正逢下班時間 一場午後暴雨 癱瘓台鐵 導致焦風大亂 讓不少旅客直呼 真的好想回家 記者為提林一昕 林柱強 綜合報導